嘿,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千云 最近我收到了来自书友的留言 当我正处理完手上的事,想要回复时 却发现留言不见了 有点担心这位书友,因为留言内容好像很苦恼 我不知道要怎样找到你 只好在封面图直接放上你的账号名字 看看能否一眼引起你的注意 希望你不要见怪 也希望有这个缘分让你看见我的回复 对于你的烦恼与委屈 如果我叫你接受发生在你生命里的一切 你愿意吗? 先听我娓娓道来 你的心里现在非常的难受,非常的不开心 当然一部分是来自外在那些不可控的因素 你的家人,你的疾病,你的工作 但真正造成你心里如此难受的 其实是抗拒接受这些事实的你 因为抗拒事实,因为无法接受 事情不如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所以心中产生了很多的负面情绪 这是我们人很自然的一种心里状态 你我他都会有的一种心里状态 至于要怎样处理这种状态 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学习的 你对这些事所产生的想法与感受 才是导致你烦恼的主因 同时我觉得你能如此坦然的面对你心中的感受 不只觉察到这股负面感受 甚至有心要面对它,释怀它,处理它,解决它 这样的你十分勇敢 如你所言,你过去所遭遇的那些事情都无法改变 那么现在能改变的,也只有你面对事实的心态罢了 你是要内心清凉自在,还是痛苦沮丧 永远只有一个选择 如果你选择内心清凉自在 那么第一步你要做的,就是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 事实已经存在,无论你愿不愿意接受 它们依旧存在 而这些事实,就是你的疾病与工作的限制 你过去所受到的伤害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事实 那么你将一直活在痛苦里 试想想,就算你一直痛苦,一直烦恼 事实就能被改变吗? 如果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那何不改变心态? 因为唯有心态能被改变 也是你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 接受已然存在的事实 如此你才能做到释怀 要知道,人世间的一切 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拥有的物质享受 我们的头衔,甚至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 这一切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着 有的变化细微,有的变化显著 如此而已 如果一切都是充满变数的话 那就表示,你只是现在处于不太好的状态 而这样的状态,必然不是永久的 你的现状是会转变的 好与坏都是没有永恒的 我们人在一生之中 有时会遇到顺境 有时难免会遇到逆境 但如果你愿意以正向的心态来看 你会发现有时逆境 反而正是让我们做出更加深刻的思考 迅速学习成长的机会 这也是一个迅速增长智慧的良好时机 曾经我听到来自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对夫妻辛辛苦苦的大半生 为了生计每天早出晚归 好不容易拉拔孩子们长大 这对夫妻年轻时的生活过得非常辛苦 当时为了鼓励对方 他们彼此承诺 给未来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等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了 他们便要退休 然后享受人生的下半场 两个人一起四处旅行 但最终事与愿违 等到他们都退休了 正计划着旅行的事 先生却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猝死了 留下了悲痛欲绝的妻子 妻子因无法接受这个突兀起来的打击 患上了忧郁症 极度想随先生离去 幸运的是 后来他开始大量的接触心灵成长方面的学习 渐渐的他想通了 后来有人问他 你现在放下了吗 你能接受先生已经离开的事实了吗 他是如此回答的 不接受又能怎样 是的 不接受又能怎样呢 无论你要不要接受 事实就是事实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事实 就能做到释怀 当你开始释怀 恨意也渐渐被淡化了 你自然就活得轻松了 当你感到轻松了 你便能看见一切事物 正在转变的曙光 这也是所谓的 心转 心就转 不接受事实 你将永远困在过去的牢笼里 永远活在过去的伤害中 看不见未来的可能 接受事实 你将从过去的牢笼里解脱 过去已无法再对你造成二度伤害 你将有机会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你会如何选择呢 可否给自己一次机会去试一次 这位书友真的很巧 当我读完你给我的留言 放下手机 我思考了一下 随即接受这两字自然浮现脑中 我觉得这好像是冥冥中一股力量在给我的提示 但当时还在工作 因此没去细想该怎么回复你 我继续工作 把原本正在做的事先做完 工作结束 有点时间了 却遗憾的发现你的留言已经不在了 于是我继续阅读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 把昨夜读到一半的章节继续读下去 结果一打开书 接受困难这四个字立刻出现 这次我确信是一股力量在告诉我 该怎么回复你了 相信这是老天想通过我 来帮助你走出困境 于是我立刻打开电脑 敲打下这些文字 真心希望你能走出来 凭借你自己的力量 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帮到你 除了你自己 最后想与你分享我当时读的这本书 《活出令人羡慕的样子》里头的一段句子 接受并不意味着这将是故事的结局 而是承认这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是还未完成的作品 活着就是经历发展变化 如果遇到了困难 接受可以成为你真正的朋友 接受并不是要你缴械投降 也不是允许你采取一些不当行为 接受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 接受意味着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 意味着这就是未来的开端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现状 此刻的现实 我们不能抓着过去不放 也不能一直背着过去前行 当我们学会面对困难 也就是接受困难会出现 也会过去的事实后 生活就会从一场战斗变成一段舞蹈 愿你不再抗拒事实 在现状中积极地跳出一支 属于你的优美舞蹈 祝你一切安好 千云尽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